只有启程才会抵达理想和目的地 只有拼搏才会获得辉煌的成就 拥有梦想只是一种智力 实现梦想才是一种能力 勇于挑战追寻理想 有一天您会攀上属于您的高峰 Ruby Recolation 二零一击 大家早上好 我叫柔欣来自北海 感恩公司感恩系统 让我有这个荣欣可以站在台上 跟你们分享一段我的故事 曾经我因为太旁 而导致我有自卑感 我不敢跟任何人讲话 所以我不敢 因为我太旁我不敢跟人家沟通 然后可是我的家 是一个不是很富有的家庭 所以我在14岁的时候 我就出来打工还有一边读书 我有点紧张 指导了去年 我家里频频发生了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需要很庞大的一笔资金 然后我又没有工作 然后也没有什么收入 也没有存款 所以我又不能帮上忙 所以我当时候也不能怎样啊 就只能想我必须去打工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一个人打了三四分工 可能一天一个小时都没有随到的那一种 就这样 我的身体支撑不了 生病了 然后我倒下了 我有几个月的时间都是在医院度过的 而且 我原本是想要赚钱的 可是现在变成亏钱 有一点 陪了夫人又折兵的感觉 可是很高兴的事情就是 我遇到了朱伟跟Justine 他们有跟我介绍关于好像Wplus啊 RL事业 可是我当下只是想要尝试产品罢了 我觉得我没有兴趣做这一行 因为我觉得我不适合 我不会讲话 我不想跟任何人接触 因为我自卑 然后我不想要去 好像推销人家 或者是找人家讲话 我觉得这种有点麻烦 我宁愿慢慢的打工 一天做三四份工好了 可是直到有一天 我妈妈跟我坐在一起 她跟我讲了一句话 她不懂游生之年能不能出国 出国旅行 因为她是一个某些原因的情况下 她是一个破产人士 然后我心里就产生了一个念头 就我觉得我自己很没有用 因为我稍长大了 然后我还会给她有这种想法 然后 然后我会觉得我自己真的很没有用 就给她这种想法 然后不能带她出国 然后我就给自己心中许下了一个承诺 我必须在一年之内我要带她出国 然后我就给我在那之前 我完全没有目标也没有梦想 可是因为这句话 我觉得她就是我的梦想 她是我的目标 我必须一年里面带她出国 可是我没有方法 即使出国工作 也要几年的时间 我根本做不到 一年里面带她出国 就在这个时候 朱伟打电话给我 佑星 出来吃饭 然后我想 好啊 好啊 然后就出去吃饭的时候 Justine也在场 然后他就了解了我的情况以后 他就跟我讲 RL要怎样赚钱 然后他可以让我在我想要的时间内 做到我想要的东西 只要我听着他的方式去做 他告诉我 梦想不是空想 目标不是妥协 而是去完成 就是这句话 让我有很大的梦 也努力的去完成 就在今天 我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我容身了Ruby Manager 而且在八月份 就是在八月中的时候 我拼到了公司三周年的金牌 真的 每个人有每个人不一样的生活 还有每个人也有每个人不一样的处境 还有困难 可是 在逆境中寻找 是在困境中寻找逆境 在困境中寻找逆境 这个才叫做是人生 真的 不要对自己讲还年轻时间还多 就是因为你还年轻 所以你更要把握当下 更要珍惜时间 不要再等了 我们一起努力 我要朝向Diamond前进 我要再次感谢我的企业商师 朱伟 还有我的企业商师 Justine 还有一群陪伴我的团队 还有一群信任我 以支持我的顾客们 真的很谢谢你们 最重要的 我还是要感谢我的妈妈 要不是她 我没有目标 也没有梦想 她就是我的动力 我爱你们妈 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 谢谢 只有启程 才会抵达理想和目的地 只有拼搏 才会获得辉煌的成就 拥有梦想 只是一种智力 实现梦想 才是一种能力 勇于挑战 追寻理想 有一天 您会攀上 属于您的高峰 Ruby Reconnaissance R的迷inging owitz 表示 情感 不知 在阳 雅 长 首 卓 Здесь 感谢观看